蓁蓋答悟 你的回應稿啊 硬 我講不清楚 準備你可能為什麼回應 硬心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沒有聽清楚我的話 院長 你以為你在跟民意代表嗆聲 但是民意代表 我一開始就講過民意代表 是代表台灣2350萬人在這邊 你以為是跟民意代表嗆聲 其實你對的就是台灣人民嗆聲 我說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嗆聲 我從來沒有嗆聲 你來這邊 現在回答自己的答案 以理相待 如果說你要用這種講空話的態度 我們就會跟你大小聲 一次來都是講空話 什麼地方講空話 剛剛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哪一句是空話裡講 你媽媽在 你都會認識你的態度 你都會認識你的態度 你都會認識其實都沒有像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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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找 不要扯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不要看我 上去我身邊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沒有管我的媽媽 說沒有任何人家 說不錯 去年上一年前啊 2021年10月 蔣萬安委員在這個時候 總質詢也跟您請教過 我們都很關心 蔡英文總統在第一任2016年選舉的時候 也都有提到的最低工資法 去年的這個時候 你承諾蔣萬安委員說要來拼看看 你的原文是這樣講 你說拼下個會期就會送進來立法院審查 一年過去了 你的拼現在拼在哪邊 能不能再跟我們大家說明一下最低工資法為什麼還送不進來 過了兩個會期了 我們對於勞工的照顧 從沒有懈怠 我們年年調升勞工的基本工資 時薪也超過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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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台水 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我正在答悟 我助理幫我準備你的回應稿 一模一樣耶 我講不清楚 我助理幫我準備你可能會怎麼回應一模一樣耶 代表說你的回答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沒有聽清楚我的話 我們的問題 我問你說為什麼基本工資法卡關沒有辦法送進來 然後你就扯 院長 這一個會期很有...我不知道 人在位有一天中有會下台的時候 但這個會期有沒有可能變成是你 就永遠不知道 什麼 好 院長 你以為你在跟民意代表嗆聲 但是民意代表 我一開始就講過民意代表是代表 台灣2350萬人在這邊 你以為是跟民意代表嗆聲 其實你對的就是台灣人民嗆聲 我說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嗆聲 不想要讓你變成是一個 只有嗆聲院長的一個形象 我從來沒有嗆聲 我從來沒有嗆聲 你來這邊 以理相待 你來人民的立法院 我們都以理相待 如果說你要用這種講話的態度 我們就會跟你大小聲 我希望行政院長在這邊講空話 每一次來都是講空話 什麼地方講空話 剛剛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剛剛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哪一句是空話你講 你剛剛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講 我正在回答 我正在回答 你打對我的回答 你打對我的回答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每一次都只會講這種形容詞 而且都亂講一通話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講 怎麼 我正在回答 你打對我的回答 你打對我的回答 證明給全國人民看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所以我的講話是空話 是哪一句空話 你應該講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應該講 我哪一句話是空話 來 部長 我想 我就不要浪費時間 部長 最低公知法 怎麼說要送出來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應該講 你答不出來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這才是現在台灣民眾 最大的悲哀 好 這一十秒鐘 院長要這麼多時間 本席就用我的時間來告訴你 我站在這裡 我是代表台灣民眾 我是立法 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我代表的是台灣民意 而你是行政院長 立法委員 我早打要受立法委員的指示 你媽媽的 你都不會自主 台灣民意的話 持續的動作 像這樣的方式 你媽媽在執子 都沒有像個這樣 你媽媽在執子 都沒有像個這樣 我媽媽在執子 都沒有像個這樣 我媽媽在執子 不要吵 不要扯 我不是欣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別讓她放出我的生命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別讓我生命 你也別讓我生命 我沒有生命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別讓我生命 我們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肌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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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用